阿全 这派大星到底是什么生物啊 呃 老妈你 还关心这个吗 派大星的原型是海里的吉利批流海星 拥有五个万族 而且没脑子 虽然长得光秃秃的 但生存能力却极强 它的任何部位都能重新长成一个新的海星 所以理论上来说 动画里派大星的日常其实都是纪录片 不仅如此 海门宝宝中还有很多海洋生物都有原型 比如蟹老板的原型就是这种杀蟹 两只眼睛就和动画中的一样 直直细细的插在眼窝上 伯父老师则是一只河豚 一些感慨的人看到他还喜欢拿来擦血 好了 完成任务了 我再也不要这样 忍受屈辱了 都说不咋地 懂得还挺多 有人说 这是游戏史上最温情的瞬间 很多人看到最后都泪流满面 在游戏一非一种 有一位叫九位白活的玩家 他则是军队的新人教官 主要的任务就是给新人提供帮助 同一个问题 会耐心对着不同的玩家解释几百遍 还会嘱咐他们早些休息 但极少人知道 这时的他正在与癌症苦苦斗争 那时他身上正插着三根管子 什么都不能吃 游戏和伙伴是他生存下去的动力 出院后喝一瓶淡露汽水 是他唯一的奢求 但事与愿违 毕竟很快就会划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2017年10月30日 狐狸跟团长告了长假 说军团的聚会可能很长时间没办法参加了 以后有缘再相见吧 二次的这句话说完了几个小时后 狐狸的生命也永远停在了19岁 此日为了纪念狐狸 因为一官方将九高九十八星辰 永远更名为九位白狐的温馨小卧 并在他最喜欢的这片浩瀚宇宙里 为了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葬礼 又到一辆 前方